接着我们招来关注是大陆面临新的一波冷气团来袭 各地气温做降 部分地区气温甚至降到了低于摄氏零下-20度 说到这一波寒流跟冷空气的影响 导致辽宁沈阳也是连夜暴雪 地面上全部都结冰了 也发生好几起交通意外 今天礼拜一上班上课第一天 这车流量高峰期 这个辽宁沈阳的道路却是一辆车都没有 原来是因为昨天有洞雨 视线不佳发生好几起的连环追撞 加上一大早呢 这暴风雪还在持续 很多民众都不敢自己开车了 只能徒步步行或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而这次暴雪不仅中小学都必须停课 就连辽宁省内的高速公路也是全线封闭 就连机场也关闭 让这样的恶劣天气会持续到11月9号之后 才会逐渐改善 大陆深究13号的三位太空人 就在7号有这个进行第一次的出舱活动 其中41岁的王亚平成为大陆第一位 执行太空漫步的女太空人 王亚平是跟着后面那个宅志刚的后面 那第二位爬出太空舱执行任务的 他说感觉很好的同时 指挥中心也是立刻响起一片掌声 而太空人出舱执行任务的画面 透过直播的全面播放 那网友看到了这个画面 也是给予他非常多的祝福 这王亚平在11月17号 进入了天河核心舱的时候 美国女太空人科尔曼 就已经先祝福他 并且告诉全世界数十亿的女性 都会跟他站在一起 成功进入核心舱 那阿陆商务部针对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有发表的看法 而且明确宣示 将在明年1月1号开始生效 目的是要大幅优化 整体营运的环境 希望这个协定生效之后 成员之间90%以上的货物贸易 都可以实现零贯税 商务部对协定规则进行全面梳理 共701条约束性义务 设计服务开放 投资保护 贸易便利化 知识产权保护 电子商务等领域 成员间90%以上的货物贸易 将最终实现零关税 美国日本韩国在10月19号 美国华盛顿有进行了 日美韩负责北韩事务高官磋商时 针对南韩提出的议题 向北韩宣战的看法 而日本就认为可能是 研制过早维持上早 而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扬州局的局长 船越建域 针对中战宣言态度是比较保守 表示考虑到北韩多次试射飞弹 开发核武 以及北韩绑架日本人的问题 还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现在宣战言之过早 而这也是南韩总统文在寅 在今年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 提议韩战相关国家 共同宣布朝鲜半岛中战宣言之后 为日本首度明确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